好一開始就來看到美國 不斷炒作台海東海跟南海的議題 然後菲律賓以為美國在背後靠嗎 所以呢底氣很足嗎 我們先來看看 中國大陸其實釋出非常大的一個誠意 說提出了南海解決的方案 菲律賓竟然說不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 中國大陸可去提交了11份概念文件 提議呢要管理人愛暗礁 還有黃岩島與權相關的問題 然後呢你看菲律賓迟迟不給答案 王文斌說你看啊 這個我們是體現了誠意 跟善意但是菲方遲遲不回覆 我們先來聽聽看 中國大陸是怎麼說的 中方從中非雙邊關係 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出發 向菲方提出管控海上局勢 和開展涉海合作的倡議 這充分體現了中方願通過 談判協商管控分歧的誠意和善意 但令人遺憾的是 菲方遲遲不予回覆 還在海上頻繁採取侵權挑釁行徑 嚴重損害雙方溝通合作的氛圍 賴老師你怎麼看 菲律賓現在以為美國當靠山嗎 非常的不給誠意 人家中國大陸提出11份的文件 他不理啊 仁愛礁跟黃岩島 它的主權屬於中國 這個其實應該是屬於我們 因為當初我們畫11段線 那這個島嶼的所有的主權都是我們 而且當時美國跟全世界各國都是承認的 它的國際法的依據就是 凱羅會議還有博斯坎宣言 那博斯坎宣言裡面 跟凱羅會議裡面就已經明白的說 日本戰敗以後 要把它非法確佔的所有的島嶼 都要歸還我們中國 那日本確佔了在南海這個部分 屬於中國的島嶼 這個部分我們都要收回來 所以在1945年 我們就去把這一些島嶼都收回來 都有命名 所以才會有黃岩島 會有人愛暗殺等等 這些命名 那這些都沒有問題 美國當時也都沒有問題 歐洲國家都沒有問題 現在怎麼會突然間有問題呢 那突然間會變成有問題 是因為中國大陸強大了 那美國就翻臉不認人了 然後就不認帳了 那不認帳就去煽動菲律賓 菲律賓就以為有美國的支持下 他可以吃掉去搶走不是他的東西 那菲律賓既然已經在利用 在中國大陸還衰弱的時候 然後利用在蔣介石時代 在受迫於美國的脅迫下 那菲律賓就搶佔了這個中葉島 沒錯 那我們沒有辦法把中葉島 把它拿回來 坦白說這個就是國際法了嘛 菲律賓很明白的違反國際法 然後仁愛礁的坐灘也是利用 美國去打這個南斯拉夫 中國大陸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然後去坐灘 那菲律賓就認為這兩個地方是他的了 現在中國大陸掌控的這兩個地方 那菲律賓一直說是他的 那就彼此有爭議嘛 但是問題是 實質的控制方在中國手中 中國就跟菲律賓就談到說 好 那我們要擱置爭議 我用最大的誠意 是我的東西耶 對啊 而且在我的控制範圍內 但是我願意部分的跟你分享 那分享什麼呢 分享你的漁民要捕魚 沒問題 我們是可以部分的跟你分享 菲律賓不同意 菲律賓認為我要就整個 我都要全部拿走 那中國大陸怎麼可能讓你拿走呢 這樣的一個情形像 你看菲律賓 它本身就以為有美國的支持 有美國的這個依靠 它就敢這樣膽大妄為 我覺得美國這樣子的做法 它的目的 事實上是要把整個地方搞亂 美國的這個手法 跟它在中東地區 跟它在歐洲 跟它在非洲 在任何一個地方 它的手法 它在拉丁美洲也一樣 沒錯 拉丁美洲像委內瑞拉 跟隔壁的領土的爭議 它也美國的手法都一樣 也就是美國就是故意 到每一個地方 去製造那些事端 對 製造那些紛爭 你看現在日本跟韓國 也有紛爭 那也就是那一個獨島 或叫祖島那個紛爭 那你想想看 為什麼美國不說 這個獨島就屬於你日本 或是屬於韓國呢 它其實是故意的 因為這樣的話 它就可以挑弄兩國之間 對 如果哪一天 日本這個跟美國翻臉了 那它可能就會說 那島嶼是屬於韓國的 如果哪一天韓國翻臉了 它就說那島嶼是屬於日本的 戴維島也是一樣 美國都是永遠玩這套 它只有101套 它就是這套索法 所以它在南海這個部分 它對一些島嶼 它就去煽動越南 就煽動菲律賓 煽動馬來西亞 甚至它也想辦法要煽動文賴 那在這個島嶼內 來去做文章 這個就是美國的一個慣用手法 不講道理 不講是非 不講黑白 然後它只完全塑 可是問題就在於 那大陸現在是無下阿姆嗎 不是 不是嘛 所以我個人倒認為 菲律賓這種依靠美國 想要去搶走這個島嶼的這個做法 我覺得效果不大 只會讓自己越來越困擾而已 因為它會使 中非的關係沒有辦法正常發展 中非的關係沒有辦法正常發展 菲律賓能夠從美國那邊 得到多少的利益 其實我是高度存疑的 對 其實還想問一下賴老師 第一個呢 如果說 菲律賓跟中國大陸開戰的話 美國你敢介入嗎 尤其是來看到 美國現在不斷怎麼樣呢 說要打算在菲律賓最北的地方 巴丹群島在這個地方 要來建港口 這距離台灣其實不到 200公里 非常非常的近 尤其巴丹省的省長就說 這個是由美國出資的 民用港口的建設計畫 其實這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這被視為是 解放軍如果要出巴士海峽的話 很重要的一個水道 所以美國是怎樣呢 想要來封鎖這個水道嗎 如果真的有開戰的話 我覺得 美國的這個做法就是 名為民用港口 實際上是軍用的規格 跟軍用的設施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港口 要由美國人來興建 其實本來 菲律賓就可以建了嘛 既然是民用港口 菲律賓難道沒有蓋任何一個民用港口嗎 很多吧 很多啦 但為什麼要由美國來做 就是美國 採用的是軍規 也就是說 是適合美國的軍艦可以停靠的 那這樣的一個 但是為什麼名為民用 就是說避免中國大陸去攻擊它 可是當它一旦需要的時候 它的軍隊 軍港 對 它的軍艦 就可以隨時停靠 然後可以在那個地方 所設置的這些 岸上的這些設施 很有可能 早就在堆放軍事物資了 必要的時候 就由那些軍事物資 直接供應它的軍隊使用 不過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只會增加中國大陸一些困擾 但是不會影響很大 為什麼 因為以目前 中國大陸所有的轟6K 就足夠 這個在整個作戰的範圍內了 也就是說轟6K 對於韓國 日本 還有台灣 菲律賓等 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 是完全在轟6K 可以有效的打擊範圍內 所以美國設的這些港口 它主要的 這個在軍事功能上 一旦如果說中美交戰的話 那美國如果使用這個軍 使用這個民間的港口 它馬上就變成一個軍用港口了 那中國大陸就有完全的理由 完全的正當性 對它實施攻擊 這個問題都不大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個對於中國大陸不會構成 很大的困擾 不會構成很大的困擾 那這也體現出呢 美國你真的敢介入 如果說兩邊有開火的話 美國你敢介入嗎 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再加上 你有這個港口又怎麼樣呢 中國大陸第一個 賴老師說轟6K 都不用轟20 轟6K就夠了 更別說這邊有很多的 這個東風系列 這邊很近很近 另外再來看到 美國就不斷拉著菲律賓 雷蒙多到了菲律賓去了 然後也見了小馬克 說我們美國要投資10億的美元 集中在太陽能 電動車 數位化這些領域 美國沒有跟中國大陸 脫鉤的意圖 但也不會讓中國大陸 取得尖端的科技 然後菲律賓駐美大使 他非常愁衷 他說我們南海探勘能源計畫 計畫要跟誰呢 計畫要跟美國 日本跟澳洲 大陸這邊就說了 相關國家 尤其是域外國家 不得介入 如果說美國 澳大利亞跟日本的 相關的企業 例如說美孚等等 那些石油的 或是天然氣的 那個探勘的這些公司 介入這個南海的話 我覺得他們要再三的考慮 過去美孚曾經跟越南合作 當時中國大陸已經有警告美孚 說你不要這樣做 你這樣做對你不見得有利 而且你直接侵犯中國的主權 中國一定會維權 那美孚以為說 那時候中國大陸不夠強大嘛 那是將近十年前的事情 在習近平上台之後的事 然後美國 美孚就跟越南在那地方 要專刊石油跟天然氣 中國大陸的船就到了 而且專警台也就到了 就在旁邊就促起來了 那就直接把美孚就趕走了 美孚後來就 就匆匆忙忙的就撤走 賠了不少錢 那這案子就失敗了 美孚的那一位CEO 就恨死中國大陸 後來那位CEO 當了美國的國務卿 他就恨死中國大陸 你就可以知道 這就是美國 現在 在菲律賓要拉美國 澳大利亞跟日本來 試看看嘛 我覺得你澳大利亞 你來試看看 你再來玩看看 你看看中國大陸 會怎麼修理你 對 然後日本你也來玩看看 你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澳大利亞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都是中國大陸 而且美國你的民營公司 你們來玩 中國大陸一樣把你趕走 你投資多少錢 都準備要打水漂 我覺得這些公司 已經有過去的經驗 現在中國大陸的軍力 各方面都是更加的強大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開這個玩笑 也沒有必要去挑戰 我覺得這些國家如果說 還想說這個糾縱 這樣大陸就不敢 我覺得想太美了 不可能的事情 對 沒門 你還以為當年是無下阿蒙嗎 被你八國聯軍 這個糾縱就會被你嚇垮的嗎 尤其是來看中國大陸 重返了海巡大國 最近海軍政委 袁華志真的是紅爆了 最近他又被問到說 中國大陸下一艘的航母 是怎麼樣的一個規格呢 他說還是會使用電磁彈射 又是最新的技術了 然後福建艦又有好消息了 甲板塗裝已經完成七成 代表即將要進行 首次的海市了 所以福建艦上面 哪些艦載機厲害 殲35 殲15 跟空井600等等的 然後上面可能 七八十架的艦載機 很多都是殲35為主 殲35它很強 一個是涡扇19的發動機 推力很強 最大馬赫來到2.2馬赫 1350公里 比這個F35還來的強 載彈量有8噸 然後另外圓華志還說 我們004航母 會不會是核動力的呢 我們沒有技術的屏障 很快就會有消息了 更別說 歐亞時報提到 2030年 中國大陸就會有6艘的航空母艦 因為中國大陸的現在艦長的培養 已經在進行中 目前據說有七到九位 都在培養 七到九位 那至少就要七到九艘 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說通常在艦航母的時候 艦長就要帶著他的這些官兵 都要去跟著進度走了 因為這個船 最後要交在你手中的 所以是你在操作 那也就是說 由這些科學家工程師 跟大國工匠 他們在打造這艘船 可是這艘船是要交在你 你來使用它 你要能使用它 你就要能夠維修它 就要能夠維護它 就要能夠保養它 所以它是同步在進行的 那你想想看 當是同步在進行的話 那在開始打造的過程裡面 這一些海軍人員就要進場了 那進場一方面去 知道他們的進度 二方面是提供他們的各種意見 好讓他們能夠修改 那麼三方面 是不斷地在體驗 這樣的一個情形 各位想想 一個艦長的培養多難 一個艦長 最少上校到少將 最少 而且一般來說 航空母艦的艦長 在歐美的國家來講 絕大部分都是 艦載機的飛行員出身 因為它是一個移動的機場 所以通常都是由 這個艦載機的飛行員 他們本身 例如說都是至少是 連隊長級 也就是空中師師長級以上的 這個等級 所以最少是少將的 這樣的一個等級 然後他又要懂 如果是核動力的話 他又要懂這個核能的姿勢 一般來講在國外 不管在美國或是法國 通常核動力航母的艦長 他會有 他除了是艦載機的飛行員 就是等於是一個 連隊長或是一個師長 這樣的一個身份以外 第二個 他一般來講都是雙碩士 或者是至少要有一個 核碩士學位 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那這樣的情形下 使他完全了解 這個核能的動力 這是很重要的 那他可能搭配這些 這個海軍的專家 構成他的副艦長 這樣的一個團隊 那這個團隊裡面 在開始造艦接艦研究 等等中他們在培養 那各位想一個艦長 培養有多難 所以通常一般來講 估計傳說了 七到九位 所以等於是最少 是六艘航母以上 可能到九艘 因為在打造過程中 還要繼續培養新的航母 那這樣的話 他們才能夠接班 他們才能夠 那個升遷一直升上去 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目前來說 大家其實很看重 這個福建艦 沒錯 因為百分之 百分之七十的噴漆了 對 都好啦 他已經開始在噴漆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一旦噴成海軍射 那就是準備要海撤了 沒錯 一旦海撤的話 那大家眼睛叮得 那就是 電池彈射 電池彈射 能夠彈什麼樣的飛機出去呢 之前那個小紅車 就已經引發關注了 對不對 那所以殲30幾啊 殲35就要上去了 還有那個原本殲15 殲15原來是滑越的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殲35跟殲15 可以滑越也可以電池彈射 沒錯 那就是代表他們的本身的 加強的加固的地方 都已經是加固了 好 那大家很留意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們是摺跌翼 所以他可以縮小空間 然後呢 這個預警機空警600 也要上去了 所以他的作戰半徑就拉遠了 然後最重要的地方是在於 您剛剛強調了 殲35本身的作戰半徑 是1350公里 觀眾朋友 您知道F35的作戰半徑多少嗎 800到1000公里 所以第一個 殲35飛得比F35快 第二個 飛得比他遠 也就是說他在空中停留的時間 竟然比F35還要長 因為他的作戰半徑就1350 少了350公里到500公里 等於是少將近快一半的行程下的話 你想F35在空中一段時間 實力還沒到 趕快回去了 殲35說我游還很多 他就要回去了 那這樣的情形 你想 戰力誰比較高 更重要的地方在於 誰飛得比較快 一個是2.2馬赫 一個是1.8馬赫 2.2 飛得快 飛得遠 而且他本身的作戰能力強 你想F35怎麼去跟 殲35來PK呢 就慫了嘛 尤其殲35他有後發優勢 他的雷達有原箱控箭雷達 還是彈化夾的 然後呢 他的那個這個導彈 霹靂15還跑得比你遠 所以我看得比你遠 然後打得又比你遠 跑得又比你快 推得又比你強 大家知道到底怎麼打 賴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美國造艦能力 真的是闡述給中國大陸 還邀請日本韓國造船業者 幫幫美國重啟造船場 因為中國大陸下角子真的太強了 但是光這數字一攤開 你就覺得真的是很糟 美國現在近10年 2014到2023年 服役的總盾位 大概中國大陸是110萬噸 美國是75萬噸 解放軍高出50% 然後呢他服役艦艇 中國大陸是157 美國是67 另外再來看到呢 美國你又不是全部都在 這個中國大陸周遭嘛 拿六成出來的話 你的比會變成1比2.5 大陸是2.5 如果你把跨的 每日硬要通通拉進來啦 還是引你50% 過去50年呢 中國大陸的垂發發展了3500個 是整個美國海軍兩倍 如果你又再加上 美日硬要的話 不好意思 還是你1.8倍 是這樣講 我們先用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因為國防 打仗是打國防工業 國防工業打的是 民間的工業的生產製造力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叫做 綜合國力PK的一個時代 那中國大陸整個造船的總能量 是美國的232倍 我再強調 中國大陸的整個造船能量 是美國的232倍 對啊 美國自己說的 美國自己他們的海軍 五角大樓報告 對 他們自己的調查研究報告 那也就是說中國的整個 民間社會的造船 造船的能量遠遠高於美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中國大陸的造船的數量 在造船的數量這個部分 到了2035年 中國大陸最少會400艘戰艦 美國就是300多一點點 所以中國大陸會比美國多 很多的新的戰艦 如果到了2060年 美國大概是386艘 而中國大陸至少估計 是600艘戰艦 快美國的一倍 對 那所以您剛剛把美國跟QAD 就是把印度 英國什麼的 澳大利亞都拉進來 你全部都拉進來 您也會發現 就是說這個美國 坦白說這些都通通加起來 不如中國的海軍 那空軍 中國大陸現在正在感造中 那目前來講 美國能夠贏中國的 第一個是噸位 第二個就是空軍的數量 但是中國大陸的空軍數量 像殲20已經進入 量產的一個階段了 所以大陸的空軍再趕上來了 然後海軍已經領先於美國 陸軍也領先於美國 而且導彈部隊也領先於美國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各位其實如果說 在太平洋這個地方 中美之間要較量 坦白說美國沒有多少優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美國現在目前能夠 跟中國比的 那就是總噸位 因為核航母嘛 對 那也就是因為 美國有11個 航母戰鬥群 對 那它每一個噸位 都是10萬噸級的 所以美國現在能夠PK的 就是說 我的航母的噸位比你重 所以我的整個海軍的 總噸位比你重 他說你知道嗎 我們比海軍 還是要比噸位的啦 好 是這樣比的嗎 他是這麼說的 但是 那大陸會回答說 是 對 沒錯 但是如果有趨於拒止能力的話 對啊 你敢來 那在這個 2500公里內 你的航母近戰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就無用論 對 所以你只能靠的 那就是那些導彈驅逐艦跟護衛艦 那當然對不起 那這點我就碾壓你了 而且是好好的把你碾壓 因為在海戰中 大家都知道一件不爭的事實 這是馬漢海權論寫得很明白的 就是海戰裡面 多者勝 對 沒錯 就是我是新式戰艦 你也是新式戰艦 我的數量比你多 我就是會贏 沒錯 就這麼簡單 我的垂發比你多 我就是贏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部分裡面 美國自己也都算過了 算過了 就是因為算過 他知道 他跟中國大陸打不起 也不能打 那所以他也怕打 可是他要裝的要打 那他裝的要打 主要的目的 不是要真打 而是要怎麼樣呢 而是要騙騙這些周邊的國家 說跟著我 我很強大 喊打喊殺 對 我不怕打 我很想打 但是其實 對美國人來講 我們可以用兩句話來講 美國人是真的很想打 但是不敢打 也很怕 對 中國是不想打 但是很敢打 對 這個就不一樣了 這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美國就是被說 賴老師的大白話 就是虛張聲勢 來打來打 結果真的打的時候 他跑第一 那這種大陸是因為 不想要輕言喊戰 40年都沒有打仗了 所以不想要開啟戰端 但你真的要打的話 也沒跟你在怕的 好 你覺得中美誰呢 在這個較量當中 會勝出呢 聊電視一起聊聊 廣告回來繼續分析 好 美國現在 真的把中國大陸 當成了最大加上帝 因為這樣子怎麼樣 要預算比較方便嗎 然後抗中啊 對你拜登也許呢 會有更大的一個 這個政治的籌碼嗎 但是來看到 不斷炒作中俄威脅論 還有加上伊朗的話 對你呢 真的有幫助嗎 現在看到拜登公布了 7.3兆美元的 2025年的預算 國務院說要用一切的資源 贏得跟中國大陸競爭 你自己的預算 還說要跟中國大陸競爭 就是要預算嘛 然後呢 其實他們的情報界 也公布了 2024年威脅評估 說美國面臨日益脆弱的 全球秩序 雄心勃勃又焦慮不安的 中國大陸 一個對抗性的俄羅斯 伊朗 都在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 但為什麼你不說呢 在俄烏局勢當中 大家看到你的真面目 在呢 這個以哈的戰爭當中 看到你偏袒以色列 所以呢 這些都是來挑戰你美國的 這個南方國家不滿的地方嘛 但是你都說 哎呀沒有啦 中俄裔很恐怖 美國一直不停的罵 中國大陸 俄羅斯 伊朗 朝鮮 委內瑞拉 古巴 還有就是非洲的國家 其實只要是跟美國不同 對 就是不順從美國的國家 幾乎都被美國罵騙了 對 但是問題就在於 罵又如何 你情報界裡面 一定要說我們 是這些國家製造不安 又如何 其實大家都知道 製造不安的 其實就是你美國 對 你美國到非洲製造不安 在中東製造不安 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都做同樣的事情 不過一張嘴 就在美國人手中嘛 那情報人員的話 反正就是那張嘴嘛 那他們愛講 就讓他講 但是他必須要承認的 這一點是在於 目前的國際秩序 確實很脆弱 那也就是說 美國在過去一手打造的 這個國際秩序 已經脆弱不堪了 對 那原因在哪裡 是因為你美國 你所領導的這個G7 還有歐盟北約 你們的雙重標準 沒錯 你們的做法就是順你者昌 逆你者亡 的這種做法 破壞了整個世界的秩序 破壞了整個世界的公平與正義 所以事實上 整個世界的秩序的脆弱性 是因為你們的雙重標準造成的 這個歐盟的外長自己都承認了 而且他們自己都承認說 我們自己本身做錯了 所以我們失去了 整個世界發展中的國家 對我們的尊敬 這是歐洲外長 他自己本身提醒他們的國家說 我們不能夠再這樣做了 我們的一直不停的雙標 我們失去了大家 對我們過去的信任 也使我們的影響力 日漸的衰敗 如果我們繼續雙標下去的話 我們將不再是世界上 具有影響力的國家 或是一個組織 所以我覺得歐盟 都有這個反省了 他就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美國把這整個 國際秩序搞得脆弱不堪 對 美國常常說 Rural Based Order 但是就是你美國 建立的秩序 但是全世界不是 美國一個國家說了算 很多國家跟你立場 也許不太一樣 比如說就以色列這個立場 很多南方國家 跟你立場不一樣的 那你看你的這個 霸主地位被挑戰 然後不斷說中俄一很危險 但中俄一現在是 真的謝謝你美國 加深的合作 我們可以看到伊朗 跟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都是金磚這個體系 越來越夯實經濟的這一塊 然後在地區安全的這一塊 中俄一的海軍 3月11到15 要舉行安全紐帶2024號 包括烏魯木齊 01 東平湖艦 中大陸的這些船艦 還有俄羅斯的瓦良格號 要進行相關的演習 中國是真心實意的 希望它周邊的國家跟地區 是安全跟穩定 因為中國要好好的發展 中國現在要進入中等國家了 而且要避免在歷史上 經濟史上的中等國家的陷阱 中國一定要避免走入這個陷阱 因為看到太多的國家 走到中等國家的時候 突然間就停滯在那地方 不能夠再往前了 而中國是一個經濟量體 這麼大的國家 14億人口 那各位想想 它的富有的人的總數 完全可以超過美國的總人口 我想是富有人的總數 所以中國是完全有能力擺脫 那個中等國家陷阱的一個 很特殊的這種大國 那這個大國它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它是真心實意的希望 周邊的國家是安全穩定的 不管東北亞 東南亞跟中亞西亞都是如此 那在中亞西亞這個部分裡面 您看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力氣 把什葉派跟迅尼派勸他們和解 因為勸和解之後 他們那個恐怖主義 極端主義的資深的溫床 就解除了一大半 對 並不是完全消除 還是有了 所以你看極端主義者 他們的這些人 就變成一下子減少了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過去有的是可能是 這個阿拉伯世界支持的 有的可能是伊斯蘭世界支持的 那現在的情況是 他們都不會再鼓勵他們 去相互之間的對抗 所以事實上 它的這一些矛盾會減少 還是有 例如說前段時間 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還是有爆發衝突 伊朗周邊的也有一些衝突 伊朗跟巴基斯坦 還是有爆發一些衝突 極端主義者還是在 但是我們看到 跟過去相比來講 他們相對穩定很多 你想中國大陸把中亞地區 長年以來幾十年 甚至上百年來 這些極端主義者 基本交易者 這些宗教狂熱者 把他們消除了以後 你想想看 從中亞這邊發展到中東 再從中東發展到北非 這樣的一個廣大的歐亞大陸 到歐亞非大陸 的這樣的一個廣大的 一個穩定度 那這個對於大家 都是好事情 對中國大陸來講是好事 對周邊的國家也都是好事 所以如果說 你看現在中二一 在這個地方的軍演 其實就確保這個海峽 不會被封鎖 也就是美國 就不能夠隨意的 封鎖這個海峽 那這樣的話 也保障了阿拉伯世界 它的原油 可以有力的有效的 從這個地方 把原油運出來 穩定全世界的油的運輸 跟它的海洋通道的安全 你想這不重要嗎 當然很重要 對啊 所以美國以前派這些軍隊去 都是怎樣 幫忙人家為事 幫忙以色列 關起門來去打人嗎 那中國大陸是維持 這個地區的和平 所以呢 這兩樣不同的一個對照 所以南方國家會支持誰 你不能說怪 因為中國大陸俄羅斯 跟伊朗走得近 那你挑戰你 那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做什麼事情 那尤其伊朗 我們知道是全世界呢 其實不只是有很多 天然氣也很強 他是全球第二大 第一名是俄羅斯 第二名是伊朗 但是呢他開采沒那麼多 因為美國常常有抵制等等 那不管怎麼樣呢 他有一個最新消息 伊朗國家石油公司 跟四家伊朗公司簽了史上 最大的天然氣合約 價值200億美元 這是伊朗 要增加他們石油的產量 但是呢 這個事情呢 跟中國大陸也有關係 因為中國大陸是 非常大的能源進口國 2018年到2022年 中國大陸天然氣進口是 不斷不斷上升 因為工業發展等等 所以光2020年進口量 就超過1億對 所以未來呢 這個伊朗更多天然氣 也有機會賣到中國大陸 我覺得伊朗 在應該更積極的 思考一些事 就是說伊朗 為什麼它的油 採的不夠多 它的油明明 儲量那麼大 比沙特阿拉伯 比阿聯酋都多 但它為什麼油 採的沒有那麼多 那是因為啊 它被歐美的國家制採 所以它沒有辦法引進 這些先進的採油的技術 沒錯 然後俄羅斯目前來講 它的能力效率比較弱一點 其實伊朗應該更積極的是 跟中國大陸合作 然後讓中國大陸更多的 採油的公司 那麼用雙方 用相互擦股的一個方法 那麼聯合去開採 然後生產製造 我覺得這樣的情形 對於伊朗來說的話 會是更有效率 然後採油數量會更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伊朗跟巴基斯坦 應該要進入更深一層的 和解跟合作 目前的和解跟合作 還不夠 因為如果說 能夠更深一層的 和解跟合作的話 那伊朗就可以透過巴基斯坦 把油從巴基斯坦的石對港 也就是說建立一個油管 然後再從這油管 進入到新疆這個地方來 那這樣的話 另外一個管道 就是從離海那邊 目前伊朗在努力做的 就是從伊朗那邊 從離海那邊進 然後從烏茲別克 一直走中亞這個地方 進入中國的西北 那也就是說 兩條管道都可以用 那目前來說的話 這個在那個 中級烏鐵路 一旦拉起來了以後 如果油管也能夠拉起來 然後接到烏茲別克 然後再從這個 離海這個地方 銜接到伊朗的話 那我想伊朗就可以擺脫 被美國的這種干擾 因為美國常常會搶 伊朗的郵輪 伊朗的郵輪 像一個郵輪都裝載這麼多的油 被美國人挾持走了以後 伊朗的損失 或者是像伊朗下訂單的 他們的損失就蠻大的 委內瑞拉就損失很大 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如果有油管 那你就可以減輕海洋的負擔 然後用油管的方法輸送 這個或者是你從離海那邊 運上去以後 美國就無法阻止你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會讓伊朗的這個經濟支柱 會更加的強大 其實可以更積極一點的思考 這就是一個長遠之道 那中國大陸跟伊朗 還有呢 巴基斯坦巴鐵關係都不錯了 也當然希望賴老師這個建議 他們能夠聽到 大家一起合作開發 因為中國大陸希望 跟鄰居一起來發展經濟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一身俊火車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俊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一身俊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這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身俊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